哇,好可爱啊 家里的宠物越来越少了 一直都想见一只新成员 今天就去宠物店 看看能不能见到我2023年的第一只新宠 哇,好多人啊 一进来看到源头源脑的小鹦鹉 要不抱一只肘 还有绿色的小虾虾 我能一口吃一百只 五颜六色的豹纹手工 身上光秃秃的 它们不冷的吗 还有你呢 萌萌的小蛇蛇 看我看到了啥 好肥美的大蜥蜴 这是睡到打哭噜了吗 小小的卢丁鸡们 听说很会吓蛋 要不也整几只 这也是卢丁鸡 身上的毛毛好漂亮啊 这是什么小动物啊 只能看到一只脚 还有小刺猬 之前超级想养 居然有土把鼠 真的第一次见呢 会咬人的吗 走到里面 看到了小仓虚 环境比换了市场好太多了 而且在室内 鼠鼠们也不至于太冷 在鼠队里 一眼就看到了这只小家伙 隔壁的小妹妹也看上了它 在手里抓个不停 我怎么可以跟小妹妹抢呢 于是去看了隔壁的小兔子 想不到我在这里 遇到了我的梦中情兔 就是它啦 第一眼看到我就心动了 可是店员跟我说 它是这窝里体型最小的 建议我挑只胖的回去 好养活 而且兔子的肠胃是最脆弱的 一照顾不好就容易拉稀 我开始犹豫了 毕竟接回去 就要对它好好负责 今天遇到那么多喜欢的小宠物 你们说接哪只回家好呢